哎呦,好髒喔 嗯,河水怎么会这么髒啊 呱呱,好臭好臭 真的好脏喔 但是你们知道吗 为了让河川变干净 政府都在工业区新建污水处理厂 处理工业区所产生的废水喔 像这里,就有大河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让大河工业区所产生的废水汇集到污水处理厂处理 能够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放流到海里喔 如果所有的污水都往污水处理厂去 那会不会很脏很臭啊 没啦 污水处理厂是采用密技式的操作处理 不会让异味消散 而且有公安气体检测以及空气污染防治等测试 所以不会有异味喔 那怎么是公安气体监测以及空气污染防治呢 公安气体监测是监测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例如空气中的VOCS、氨气、硫化氢、甲烷气体等 其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是为了防止异味气体挑战 各单元设施皆由此设备处理 此设备是将各潮体内空气收集后排入至洗笔塔洗笔 在清活性和除臭塔吸附异味最后排放空气中 此外污泥干燥床设有除臭装置 当清晕污泥时会喷洒芳香剂 防止污泥味道易善 哦难怪都没有闻到臭臭的味道 那污水要怎么变成干净的水啊 嗯哼 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去参观一下污水处理流程吧 哇 这里有好多垃圾哦 是啊 这里是浸流抽水站 大发工业区所有污水都会先收集到这里 先寄由罗文抽水机将污水抽送至 一切是蓝污杖 蓝污杖 蓝污杖会先将污水中的大型固体物移除 再以重力流方式流至 铺气沉沙除油池 哇哇 好多垃圾都被蓝结下来了也好厉害哦 哈哈哈哈 那怎么知道每天有多少水进来呢 污水场这有巴歇尔凉水槽 可以测量每天所进来的水量 并且有水质监控设备 测量PH值 COD SS 还有导电度哦 哇 这么齐全的设备 这里是做什么的呀 接着 污水来到的地方叫做 铺气沉沙除油池 此专严将浮在水面的浮油 及浮沙刮除 较重的颗粒 像是沙粒等 可沉降去除 较小的有机雪糊物 则随被水流至小河池 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哦 好神奇哦 嘿嘿嘿 跟着我看下去 你会觉得更神奇哦 我们现在又到哪里了 这里是调和池 为应不同时段 各工厂所进来不同的水质 及水量 效成污水场极大的负担 因此调和池中的 铺气混合设备 可将污水均匀搅拌 并调节污水水量及水质 以稳定后续处理单元之功能 调和池为密地时空间 并设置涂臭设备 以防止意味飘散 哦 真是好玩啊 哇 那接下来嘞 接下来嘞 接下来嘞 在接下来的处理流程中 水会变得越来越干净哦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 初步沉淀池 初步沉淀池会将污泥中 大颗粒的悬浮固体物交凝沉淀 利用光泥机将污泥集中于污泥手中 再使用抽泥机抽至污泥单元处理 上层易用重力流方式进入 酷泥鼠鼠里 一层一层的把脏东西发架 好有趣哦 如果我站在水面上 会被刮到哪里去啊 呵呵呵 你会再收集到浮沙槽 然后再送到污泥干到床 是泰晨干 哈哈 下来就变青蛙干了 哇 我吃饭了 哈哈 我们就到下一阶段吧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铺泥池 这里会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 来分解沸水中的有机物哦 嗯 什么是微生物啊 活性污泥就是微生物啊 他们会把污泥水中的有机物吃掉 让水质变得更干净哦 原来如此哦 那那微生物我可以吃吗 微生物超级无敌小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需要靠简维定才看得到呢 哦 那微生物的种类有哪些呢 微生物有轮虫 鲜毛虫 鲜毛虫 还有中型虫哦 再来这边是二层池 铺气池活性污泥混合液流入二层池后 又会进行所谓的故意分离 其中沉降下来的活性污泥部分 回流到铺气池 以保持其活性污泥的浓度 剩余的肺气污泥则排入污泥浓缩池 二层池的出水可再进入三层池进行处理 哇 水越来越干净了耶 真是酷壁了 已经快到最后的步骤了哦 水已经很干净了 还有什么步骤啊 二层池出水如果水池不佳 再三层池就会进行佳药处理 其佳药方式为 调整PH值及添加注明器 以确保放流水水池符合国家排泡调整 产生的化学污泥和排泡至晒干酮 进行晒干处理 三层池也是密地式处理干人 那污水是怎么流动的呢 那我们将盖板掀开看看吧 水已经沉淀后会由在网上同一留言流出 瞧瞧水多么清澈啊 当水放流时会经过水质监控设备 所以从污水土壤场放流出去的水质 是非常干净而且无污染的哦 那水全部都放流吗 当然没有啊 我们会将部分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例如机械轴风冷碎水 与各单元设施洗击水 以节省自然水用量 进行节能减碳的政策哦 哇 真是很环保呢 哎哟 这是什么味道呀 这是污泥的味道啦 污泥会先经过硬龙磁做污泥减量化 利用重力沉降进行故意分离 如此将提高了污泥浓度 可以减少后续处理污泥的成本哦 好厉害的技术哦 来吧 来吧 带你们到下一个单元 耗氧消化池 小发小白 你们看 这里棚底下有好多泡泡的帽子 好像我家的按摩浴缸哦 真的耶 我们下去洗棚棚吧 呵呵 你们搞错啦 这里是耗氧消化池 达到污泥稳定除臭及减量的效果 污泥中的微生物进行体内分解 减少污泥品迹 此时污泥具有良好的排水性及波水性 最后控制二次浓缩此进行故意分离 同样利用重力压力沉降 去除污泥中的水分提高污泥浓度后 污泥则可依状况全得 污泥干燥床排放或污泥脱水机进行挤压脱水处理 哦 我们了解了 那污泥干燥床和污泥脱水机有什么不同呢 污泥干燥床为台湾中南部污水处理厂常用的脱水方式 进行日晒脱水与自然蒸发 各单元的复杂初步沉淀池 三次沉淀池以及二次浓缩时的废气污泥 皆可送到污泥干燥床床附在 污泥脱水机为机械式的脱水方法 污水厂的脱水机为压板式脱水机 将污泥与水进行分离 增加污泥的干度以及减少污泥容积达到脱水目的 那脱水机是如何操作呢 我们请工作人员实际操作给我们看看吧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拆板动作 将污泥饼一块块的拆卸下来 拆卸下来的污泥经由罗文输送机 运送到污泥厨汤进行污泥打包作业 哇!最后产生的这一块块污泥好像饼干喔 看着肚子都饿了 以你这样讲我也饿了呢 是啊!但不仅如此喔 这里还有太阳门光电设施呢 太阳门光电可以做什么呢? 你们看!这就是太阳门光电设施 因为南部拥有足够的太阳日照 因此适合设置太阳门光电 其每天可生产约100千瓦的电能 提供污水厂的使用喔 呱呱呱!真是节能减碳!好环保喔! 诶!小发小发! 那一大片的粒地也是污水处理厂的一部分吗? 嘻哩! 这里是大发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蹲青木林区 里头设置有 户外剧场 造型广场 木平台赏鸟屋 还有步道喔! 哇!这个公园好大喔! 对啊! 平常附近的民众跟附近学校的师生 都可以到这里来走走 赏鸟或是休憩 也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到这个公园来亲近大自然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喔! 阿花! 小发小白! 快过来这边! 这台鸡鸡看起来好先进喔! 这是多媒体互动教学设施 让小朋友可以清楚的了解厂区单元 与处理流程 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教学平台 哇!好棒!好好玩喔! 是啊!是啊! 欢迎大家以后可以藏来这里玩喔! 二三四三八 U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